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加坡大马冠的第六天的正赛比赛 这一天的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已经开启了我们的荣誉之业 接下来的每一天很有可能中国队都会有拿到冠军的消息产出 在今天的话虽然只决出了一项冠军 就是混双比赛的冠军 这也是每次新加坡大马冠比赛最先决出的冠军 中国队连续三年蝉联了这个冠军 冠军也都属于同一队组合就是孙颖莎与王楚清 虽然说其他四个项目的冠军还没有决出 但是有两个项目的冠军已经是锁定在咱们的中国选手这边了 随着今天晚上最后一场比赛 陈梦击败了申育斌 这也是他在本次大马冠女单比赛当中击败的第三位 韩国选手 那这样的话呢 韩国选手全部从女单比赛当中出局 而中国对连续三届大马冠比赛 包揽新加坡战比赛的四强 此前的三届比赛四强全部都是中国球员 那这一次的话呢 陈梦 王毅迪 陈兴童与王曼玉 再次将大马冠比赛打成了国内的比赛 当然了非常遗憾的是 孙颖莎作为世界第一 没有能够进入到半决赛 这也是孙颖莎近三年以来 在这种国际顶级大赛当中的最差战绩 看来这一段时间 孙颖莎是需要调整一下的 不过好在并没有影响到 他的混双比赛夺冠 这也是收获了他 本次大马冠比赛的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冠军 本次大马冠比赛 对于孙颖莎来说 已经到这里结束了 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成果吧 另外的话呢 在锁定下混双金牌和这个女男金牌之前 其实最先锁定的一块金牌 是咱们的男双金牌 男双的话呢 其实是在今天早中午啊 就已经是全部都结束了两场半决赛的比赛 马龙林高远 这对相对比较新的外卡组合 最终的话呢 是因为对手退赛的原因 张宇珍受伤 没有办法参赛 所以说是提前进入到了半决赛 兵不选任 两个人在此前的单打比赛当中 都不是特别的顺利 所以说这个双打冠军 对他们来说还是意义非凡的 而且自从大马冠比赛举行以来 两个人还从来没有获得过 任何一个项目的冠军的 所以如果可以拿到这块男双金牌的话 那么对于 林高远和马龙来说 这将属他们职业生涯首次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 拿到冠军 意义非凡 另外在今天早上进行的另外一场 男双比赛当中 樊振东与王楚清也是比较轻松的战胜了 卡尔伯格和法尔克的这对瑞典组合 之前这对瑞典组合是淘汰了本来备受大家期待的勒布伦兄弟的 不过在面对实力更强的樊振东与王楚清的时候 那开来还是显得实力不够 樊振东和王楚清 包括马龙林高远就汇视在了男双的决赛当中 所以这块金牌也提前被我们锁下 那王楚清的话呢 是有机会冲击三项冠军的 目前他已经是两项比赛打进决赛 并且其中赢了一场决赛 就是这个混双的决赛 男双也打进了决赛 同时男丹他和梁敬坤成为了中国对目前仅有的两位进入到八强的选手 身上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两个人分别在上下两个半区 有机会也是在决赛会师的呀 所以说王楚清本次比赛还是有机会去冲击三贯王的 在新加坡大满贯的历史上 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位男子选手能一个人拿下三个冠军的 现在王楚清离创造这个记录已经是越来越近了